欢迎您收看今天的Focus全球新闻 我是詹书涵 相信大家今年的端午都留在家里头 在大陆他们的端午假期今年又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到他们端午假期 预估铁路将会载运旅客5700万名 但是由于广州的疫情尚未结束 当地倡导的是就地过端午 并且要暂停跨省的客运 而临近的佛州也宣布了关闭机场 一直到6月22号 香港则是在端午这一天 12岁以上青少年正式开打了辉瑞BNT疫苗 专家引用了国外的数据显示 这年轻的男性接种之后 较多会出现是轻微的心肌炎 而大约100万人当中 会有16个产生这样的状况 因此就建议了青少年施打疫苗后 一周之内要避免激烈的运动 龙州建议说水上和陆上龙州 一样最广告的就是团队合作 1 2 3 push 龙州被装上轮子 选手手中的滑桨变成春干 香港端午节龙州比赛连续第二年 因疫情取消 但为了保有过节气氛 想出了路上龙州赛 用了很短的时间构思到出来 我相信日后这条龙州可以转弯 还有可以煞停 自己可以做完所有的工作 等于我在海上排龙州一某一样 在陆上玩是第一次 差别就很大了 因为力点完全是在后面不是在前面 那跟我们用的肌肉的力量都是完全不同 除了竞速外 路上龙州 海比拔河 香港变通 传统习俗迎接端午 而中国大陆就回端午假期 铁路预估发送5700万旅客 周日上海预员单日接待旅客达6.5万 眼看假期人潮多 上海阶级拼打疫苗 不仅下令接种点短午不休息 还进驻到各大景区 但在广州这个短午假期却很闷 广州从5月21号掀起的这波本土疫情 累积确诊已超过百例 当地在短午假期前 赶紧暂停所有跨省客运 要求就地过短午 广州邻近的佛山也宣布 关闭机场直到22号 人口1530多万的广州 这段时间为了应对Delta变异毒株 一边采取大规模筛减 一边加速打疫苗 截止到11号 当地已有1061万人打过疫苗 其中380万人完成两剂接种 但还是无法跟除疫情 有些人接种疫苗之后出现了感染的情况 那么不意味着这个疫苗保护效率不够 那么通过接种疫苗如果我们人群当中 有免疫力的达到了一定的预值 那么就可以降低这个新冠的流行强度 或者阻断它的流行 广州出现案例有人打了第一针疫苗 没来得及完成两剂接种还是染疫 但大陆专家强调 打针后染疫的确诊者 基本病情都不严重 大陆端午节 有广州的疫情要小心防范 而香港在端午节这天 正式让12岁以上青少年 开始打辉瑞BNT疫苗 虽然有很多电视报道 都是说有些问题出现了 但我都是觉得虽然这个问题出现了 但是如果这个疫苗保护 都自己保护到其他人的话 我都愿意去打的 因为我们一家人都打完 是差我的女儿未够16岁 所以她第一天就来打 新开放的12到15岁青少年打疫苗 与成人接种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得准备一份家长同意书 至于疫苗对青少年的副作用 香港专家表示和成人差不多 但外国有数据显示 年轻男性接种后 较多出现轻微心肌炎 约100万人有16个 主要症状都是胸口有些不舒服 痛或者有轻微气喘 香港专家表示出现轻微心肌炎 近九成人一般休息一周后就会康复 但也建议青少年在打完针后七天内 应避免短跑足球赛等剧烈运动 降低相关风险 TVBS新闻综合报道